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不用 开什么发票 怎么着 查岗啊 骚扰电话 查什么岗啊 怎么着 有情况啊 没有就改密码 改呗 我也改 谁怕谁啊 怎么样 我没梦你吧 你把钱亲自交给人家 你总该放心了吧 那我不相信你 你也不能怪我 还不是因为你有钱客 我有什么钱客啊 我告诉你 你不跟我说清楚 我跟你急啊 你让我说的啊 当初咱们结婚办婚礼的钱 还不是最后给你骗走了 给你那个好赌称气的妈 最后输得金光 你怎么那么抠门啊 总共没几万块钱 你就当给我妈 嫁女儿的彩礼钱吧 那是钱的事吗 你想想前前后后 给我惹了多少麻烦 惹那么多麻烦 你不让人家 爸爸妈妈 丁丁 怎么样 爸 妈妈 老师刚才跟我说 再过几天我就可以正式上学了 我现在已经不是什么幼儿园小孩子了 我现在是一名小学生了 高兴吧 高兴 真棒 以后上学 要好好听老师的话 老师就来 快去快去 快去 师父 我在这儿 这么多年 你一个人带着丁丁 辛苦你了 帝帝马上就要上学了 给他买点文具是吧 可以啊 这会挺自觉的 初初还挺大方 最近 在网络上学的文章 还算有点人气 也算有点收入吧 怎么说你收入也比我强 还是不够强 我要真的强 能挣大钱的话 我就给你一笔钱 彻底断俩 咱俩之间那点事儿 行 那你就继续努力呗 我当然努力了 不过这个世界上 最悲催的事情就是 不管我怎么努力 也赶不上 生活给我的压力 最近又赶上买房 压力可大 还碰上你这么个要债鬼 不是 五公 你真打算买房啊 那我拖家带口的 当然要有自己的房子 你找我呀 我认识好多房地产商的人 随便给你找找关系 就能给你弄到无措的 行了吧 你约晓芯认识的人 有几个靠谱的 不是 你别说我还真就认识 有那么一靠谱的 她手里头呀 有好几十套房子呢 而且招机出手 价格肯定有优惠呀 就上个月 她还拜托我帮她找客户呢 行了 别跟我说了 这事儿我做不了主 我丈母娘管 没事 你把你丈母娘电话号码给我呀 我跟她说 你是不是疯了 你找我丈母娘干吗呀 不是 你丈母娘要买房 我刚好手里有房 我们俩这就彼此合作 懂吗 咱们之间 越少牵扯越好 跟我划清界限是吧 没事 反正我知道你家重呢 我自己找 又说月亮清 你胡搅蛮缠呢你 我怎么胡搅蛮缠了 你丈母娘要买房 那也是要让别人挣佣金的 你干吗不让我挣啊 飞水不流外人田 再说了 我挣钱为谁啊 还不都是为了你儿子 你放心 我就是打电话过去问一问 他要不同意 我还能拿到我 我逼着他不成 电话号码给我 赶快 别逼我 滚 可你想去想疯了吗你 你干吗呢 你干吗呢 你重了 我帮你撑上去 阿姨 看房呢 对啊 要不我跟你介绍介绍 我叫美美 好啊 你们这儿的房源 是什么情况呢 我们这儿的房子呀 一共十好几套呢 但是每套情况啊 都不一样 这个其中有一套啊 是我一个朋友 前些年啊 炒房的时候抓手里的 现在呢 着急出手 价格很便宜 这每平方米 比市场价便宜四五千呢 是吗 阿姨 反正房子好不好呢 还得你自己先看 但是真正好的房源呀 一点都不筹卖 那太好了 咱俩谈谈呗 可以啊 好啊好啊 咱们聊聊 来 我这房子这么便宜 靠谱吗 那怎么不靠谱啊 我都去看过好几遍了 小三居 那户型嘛 方方正正的特别合理 地段还好呢 妈 您得听我一句话啊 在这个社会上 不想占便宜就不会吃亏 那你们说 正规的房产公司 能有这么便宜的房价吗 人家这个卖房子的人 他是急等着用钱 所以他才出手这么便宜 你们也知道 现在房价走势不明朗 观望的人特别多 真正下手的人没几个 所以这些卖房子的人 他也着急 要不说吧 孩子们担心也不是没有道理 再看看 这么便宜的价格 他没准就是个陷阱 是啊 我也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我觉得我们再看看吧 反正是这种机会难得 再说了 那么大一个房产公司 我一进去 那骗子直勾勾就冲着我来了 那你说我这脸上 写着好骗俩字那怎么 你写的是有钱 妈妈妈 我觉得还是 小心谨慎一点为妙 买二手房这种事情 还是应该找正规的房产中介 人家眉眉也是这么说的 说陌生的人 不要轻易地相信 所以他明天要带着我 去见那个房主 还要去验一下那个房本 要不这样吧 明天您俩没事跟我一起去 跟人家直接聊聊 明天我不行 我得出差 下周才回来 我明天也开天的会 脱不开身啊 关键时刻 全都摔手掌柜的 你跟我去 我去 我去也行啊 不过最后这房子定下来 还得还那么看了以后 不才能买嘛 怎么着 那我就不能拍板了是吧 你们就那么不相信我呀 没有妈妈妈 当然信任您 最信任您了 那 要不爸 明儿 你先跟爸去看看去 行了 你啥态度啊 你啥态度啊 我那有什么意思 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 只要对方交定金 我就返给你两万 搜划善诉 谢谢张姐 以后这种客户 多多介绍给我 我们一起发财嘛 行啊 那张姐 那你以后要对我多照顾啊 多关照 嗯 好 张姐 来了 阿姨 在这儿呢 在那儿呢 走 销售下滑 不要总觉得是市场的问题 要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 是不是自己的工作出了问题啊 选题 质量 销售 色华 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啊 这些都是关键点 我觉得有些人啊 从来就不知道自我反省 不知道是哪里来的自信 自以为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出色 其实就是仗的那些小聪明 自以为是的人员 在这拉帮结派 武功 你能不能尊重一下与辉的同志 尊重一下我呀 你的电话老想老想是算什么 韩主任 韩总 不是 你也看见 我手机想了好几次 我一个都没接 为什么呀 我这是以实际行动在尊重您 那可见您刚才说的不尊重人呢 他说的一定不是我 不过我这手机老响 肯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找我 就麻烦您 您去 不尊重 我接个电话 这 看到没有看到没有 就是有这种人 严重缺乏对领导的尊重 喂 妈 现在啊 啊 现在不行 我上班呢 妈 那买房子是大事 那房子又不是红烧肉 隔一会儿就凉了 行行行行 那这样 那下午过去找你行不行 韩主任 你也有什么事啊 您刚刚是在说我吗 我现在在开会 不是你发泄个人情绪的时候 实在要做好入座 散了会再说 韩主任 您不回我了 我不是在发泄个人情绪 我是想当众向您道歉 呦 王薇薇 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了 是啊 我不该对您拍桌子的 韩主任 您这么轻振怜悯 我更加不应该耍小聪明 用认购图书的这种小花招 企图来孵化您 我错了 对不起 我家女婿中午就到 咱们先吃个饭等等她 阿姨 不用了 我这下午还有事 我就不跟你们一块吃饭了 咱也卖别气啊 这饭你必须得吃 你看你帮了我们这么大的忙 我们还得感谢你呢 阿姨 不用那么客气的 我下午我是真有事 能说了 您就一块吃吧 黄纵蜜看了挺好的 就是 待会儿我女婿来 你呀 跟她再好好说说 她现在还有点犹豫 你就留下吧 行行 别着急走啊 这李景真美呀 你们要是觉得没问题的话 就先付钱好了 我现在要赶去会场 你们定吧 晚点再跟你说啊 拜拜 那到房子呢 冬暖夏凉 南北风 哎呀 五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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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来 我来给你介绍一下 这个呢 就是我的女婿 叫五公 五公 这个叫张琪 这个叫妹妹 房子是张姐的 妹妹是中间人 才可以介绍的 你好 我叫妹妹 房子呢 叔叔和阿姨都已经看过了 特别满意 现在就等您过目了 你爸爸妈妈非常谨慎 一套房子看了三遍 不过你今天来了 也应该再看一遍 好房子嘛 不怕看 吃过饭我们就不去 不急 还是谨慎点好 谨慎点好 对 爸说得没错 看房子一定要谨慎 你们先聊着 我去个卫生间 你去吧 这个 这个房子真的很不错 不错 我都看了好几次了 你待会儿有时间 阿姨 叔叔 我这来了个电话 我先去回个电话 你们先坐会儿 切吧 切吧 你忙 你忙 你也要下午有时间 你也去看一眼 你什么意思啊你 什么意思啊 我这我自己的钱 我也没头没抢 那 老公 阿姨 老公 你在磨蹭什么呢 你还不赶紧去抓紧吃一点 然后咱们去看房 阿姨 上厕所是吧 对 路特别划我扶您进去 好嘞 快 抓紧 好嘞 好嘞 慢点啊 好 小心排阶 没事 没事 叔叔 阿姨 这时间也不早了 要不我们就先去看房 看房先不着急 我们这样 我先看一下房产证吧 哎 房产证我今天没带 我这一回去一来的 多浪费时间啊 上海的交通 你又不是不知道 何必要把时间浪费在这里呢 不好意思啊 如果房产证 不能跟我们看的话 那房子看了也白看 武先生既然这么没有诚意 那我们就算了 别人啊 张姐 阿姨 这说好的事 怎么能说变就变呢 太没诚意了 武先生 我看还是先看房吧 别的回头再说 行不行啊 妈 房产证咱们 您怎么这么矫情呢你 看完房子再看房产证啊 走 咱们去看房子 走 对啊 武先生你太矫情了 你说没有房产证 去吧 去吧 妈 把我的包帮我拿着 走 别逼我 否则我去把丁丁的事 告诉你这 阿姨 等等我 武先生 看房子看了满意吧 我觉得那户型 好像不是很通透吧 真要通透 可就不只这个价了 对啊 在上海这地段 这户型这房价 全上海我跟你说 找不出来第二套了 对吧阿姨 那也倒是哈 妈 买房子毕竟是大事 咱们回去跟李李商量商量吧 是啊 跟李李在商量商量 商量什么呀商量 人家李李说了 这事我能做主 这么大的事 咱们大家肯定要坐下来 商量商量吧 这事就不用商量了 就这么定了 咱们先交人家两万块钱定金 礼拜一去房产中心购户的时候 再把余款给人家补上 阿姨 两万块钱可不够啊 我这房子好多人牌子对呢 你要正想要 得交二十万 二十万太多了吧 不多不多 反正早晚都要交的呀 那不行 二十万太多了 再说了 房产证我们还没验呢 我保证 房产证是肯定有的 这房子绝对靠谱 再说了 叔叔阿姨 房子你们都看过了 挺满意的对吧 那房产证有的话 那 吴先生 别怪我没提醒你 过了这个村 就没这个地儿了 就这么定了 二十万就二十万 不好 干吗呀 这环境这么好 二十万 一点都不多 一点都不多 来 往下这儿 来 往下这儿 这回没陪你啊 i know you 喂 妈 武功 我跟你说啊 咱们上当受骗了 这个房主根本就不姓张 而且现在人也找不着了 手机也关机 这都怎么办呢 什么 来了来了 谁啊 你怎么来了 找什么呢 不 你干吗呀 找什么呢你 那个女人呢 你把她藏哪儿去了 神经病啊你 这屋子你都找过了 哪有人啊 告诉你月小青 这事跟你脱不了干系 你要么赶紧给我把人找出来 要么派我二十万 关我什么事啊 我也不知道那个女的 她就是骗子呀 你不知道她什么底细 你就敢介绍给我丈母娘 你这是供犯 谁是供犯了 我做我的生意 中介费也就两万块钱 生意做成了大家一拍两散了 怎么我就成供犯了 是不是供犯 我说了不算 警察会告诉我 报警了 废话 出这么大事我能不报警吗 把我供出来了 武功我跟你说 你要是敢把我供出来 大家都没好果子吃 你给我捅了这么大一个娄子 我还固着你不撑 行了 我不想跟你撑 出了这种事你激动也是正常的 但是你为我想过没有 我要不是为了丁丁 我至于这样吗 现在出那么大的事 大家就别再互相埋怨了 同舟共济吧 谁跟你同舟共济 武功 你想过没有 你要是把我给供出去了 我是要坐牢的 到时候丁丁就没有妈了 你想过没有 好 好 于晓卿 想让我不供出来你也行 我知道 你最爱的人就是你自己 赶紧签吧 恭喜你 你终于得产了 在我还没有安排好一切之前 丁丁你先照顾一段时间 这段时间我会给你生活费的 你傻子这给我留门家长夜了 滚 这事吧 都怪我 都是因为我想占小便宜造成的 现在还说这些干吗呀 好在爸这不是还拍了一张照片吗 顺着这个总应该有点线索 等警察的调查结果吧 我也有责任 一开始我倒是担心来着 可是下不是骗子手段太高明了 说得跟真的似的 武功本来是拦着的 可惜是没听孩子的 这事我也有责任 我怎么就没拦住呢 那要这样说我也有责任 谁让我结果晚上出差呢 丁丁 这钱妈还啊 妈负全部责任 姓张的跑了不是还有个中间人吗 那个妹妹你到底了解多少 我就知道她叫个妹妹 但是她的全名叫什么 在哪儿工作哪儿的人 这我都没记住 她也没给我说呀你说 我就这么轻易地去上当吧 你说妈都活了这一把年纪了 怎么就越活越抽抽呢 明天去房产中心调监控 我就不信找不到这个妹妹 你找她干嘛呀 她只是个介绍人 那找到她就有希望找到姓张的 二十万虽然不是个小数 她也不至于把我们一家人打垮吧 你看这都几点了 你看这都几点了 该睡觉就睡觉去 妈 快去睡吧 妈 二十万就准没了 别说怎么办 晚十五 晚十五 那你存多少时候啊 爸 干嘛 爸 干嘛 怎么了 病了 昨晚有点滴烧 现在呢 我给你吃点药 烧退了 那要不今天我不去上班了 我给她炖点汤去 这有火就行了 你去上班 别耽误工作 没事 我请一天假 没事的 不用不用 灵灵 今天你在家里陪妈吧 房产中心调监控的事 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那也好 早餐在厨房 你们记得吃啊 烧空 你干嘛 烧空 你赶紧把那个女人抓住 抓住了 抓住陆京 让她千早万挂 莉莉 一定要抓着那个女人 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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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妈抓住那个女人 你听话说什么 抓住 等你好了 等你好了 等你好了再去抓 好不好 你好了 对了 妈 你现在还能记得 你跟我爸第一次约会时候的情景吗 那哪哪能忘呀 我跟你说啊 跟你爸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呀 你爸就把那警官这儿 啪 底下拍桌上了 说 这上面是我的警号 还有那个名字 你回家跟你们家长说 我是人民警察 我妈还这样呢 妈跟你说啊 昨晚上你爸抽烟不小心 把那个床单烧了一个洞 一会儿我出去去买个床单 赶紧给换上 买什么呀 家里有的是床单 我换一双新的不行了 让你婆婆看着不好 没什么不好的 您放心吧 我来处理 这丫头 干嘛呢 又说我什么坏话的啊 丽菲 你马上就要大学毕业了 你怎么不想想找工作的事呢 工作什么呀 我婆婆身体不好 我不得在家照顾她 借口 年纪轻轻她谁不工作呀 你婆婆她有手有脚 那佣人这么照顾吧 秦小婆婆 早啊 早啊 妈 早 今天早餐我给你做 我给你做 谢谢啊 来 秦姐坐坐坐坐 就当在自己一样啊 别客气 来 丁菲这孩子啊 聪明灵活 水又甜 庆家教育得不错 庆家母过奖了 以后呢 你还得多多指教 有什么不对的地方 该说就说 有庆家公这句话 我心里可就踏实多了 那我可真严格要求她了 你严格要求 这林飞这孩子呀 没什么心眼 有什么做的不对地方 你就尽管说 其实林飞到我们家以后啊 进步很大 庆家母你是不知道 我那么大的阴帽间 所有的衣服 全部让林飞认了一遍 那她那手艺大涨 绝对能开一个干洗店了 交给年轻人来做 有家这么大的自己干活累 林飞 林飞 来 快来吧 桌子擦擦 哦 来了 来了 温度行吗 干吗呢这是 洗脑子 先换点粥吧 来来来来来 你看 闺女给你熬的粥 来 先喝一口 到底在搞什么 你妈妈说了 她脑子进污水了 才上当受骗 这不忘 这一天呢 洗了轰轰的洗都五六遍了 再喝口之后再去洗 好吧 我说今天洗手间 跑那么多趟 我看看 嗯 妈 这是鸡 你 这又是鸡啊 我不开始疯了 喂 闺女啊 别担心 送医院吧 是啊 得送医院 不过闺女别担心啊 你妈就是疯了 也是急性的 能治好 爸 你上海的精神病院认识人吗 我这不正着急呢 没有 我不认识啊 哎呀 我也不认识 我觉得待在上海不靠谱 咱还是打电话回成都吧 这样 嗯 街坊 邻居 亲戚朋友都打一遍 还有各路同学 大学同学 中学同学 小学同学 幼儿园同学 一个都不能了 嗯 我看行 只能这样了 闺女 你看着你妈啊 我去打电话 你们才疯了呢 你们怎么招待她一下 就怕别人不知道我疯了是怎么的 哎呀 这才是我妈 就算是真疯了 也得为名誉而战 你死孩子 什么时候拉开我的玩笑 什么不笑执念 您是谁啊 您是铁娘子 怎么能叫钱打倒了 嗯 就是啊 钱是王八蛋 没了咱再赚 哎哎哎 把粥打过来 粥来了 还有 金家母 哎 你这是 哎呦你看这是林飞给我弄的 你 你觉得怎么样 哎 挺好 这外人还以为我们俩是双胞胎呢 哎 哎 妈 怎么样 我功力现场吧 这可完全 是被您手把手的心掏出来的 从今天起呢 咱们家里就三个优雅的贵妇了 三个贵妇 这好笑 外形可以模仿 气质可以吗 哎 哎 妈 带着 好看 我妈这气质的 可一点不理他差 哎呀 哎呀 我自己一点都不自在 哎呀 走 走 妈 您这么穿真的好看 怎么看都是个贵妇 谁心恨当贵妇了 我不想穿你非让我穿 她不高兴 我这心里也不舒服 那您打扮也不是为了别人 为了您自个儿 说实话 我看你在邱家也没过什么舒服日子 闺女 你有什么委屈你别憋着 你多跟东阳沟通 有什么事 你让她替你多扛着 听见没有 我没什么委屈 妈 咱们跟你去超市吧 我今天一定要多做几个菜 让你们尝尝我的手艺 走 走 这个我婆婆肯定爱吃 酸奶 对 这个牌子 我婆婆一直喝的就是这个牌子酸奶 这个还配奶 这个牌子酸中有了 我听我婆婆面倒半天了 我雨停产了呢 妈 你想吃什么呀 我吃什么都行 不行 我今天要给你们美人送一道来吃的菜 你必须点一个啊 真没有什么想吃的 只要你把你婆婆照顾好就行了 吃错了 吃错了 看你说的 只要你把你婆婆照顾好了 那不找茬儿 你高兴了 我们也就放心了 我吃什么醋呀 是我妈最疼的 爱你啊 竹蔾 我找着他了 这儿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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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秦佳母 给你吵醒了吧 秦佳公 我们这个小区的住户 对环境要求很高 你在运动的时候 不要那么大的声音 会被投诉的 我知道了 有一次我们到甘肃去抓捕逃犯 在那呢 把这逃犯回来齐天齐隐 最后就像他扛不了 往外冲 他往外冲 他往外冲我们也不敢开枪 怕一枪打死他没法审了 这么一来呢 反而到这个逃犯站的上方 他冲出了以后 冲的同时就这一刀 这一刀炸得非常地深 连骨头都露出来了 当时我一看我就急了 我把他脑袋招了 一口气打了十多拳 那脑袋打得中得跟篮球似的 我跟你说 现在我是冷了 脾气没那么爆了 可是功夫呢 还在身上 不是吹的 现在三五个人 还进不了我面前 秦佳公 不好意思 我累了 我要上去休息 来 吴 老师啊 你有时间吗 我好长时间没上课了 我想上课 爸 怎么回来了 这么大冷天 你在外面干吗呢 接我们呀 我们买了好多东西 咱可以进去吧 先别进去 你婆婆她上瑜伽课呢 说这过程不能让人看 她老要脱衣服什么的 那个疼了完事以后发短信 不是 这上课还脱什么衣服呀 而且我们这买个活泥呢 得拿盆水装起来啊 再等等吧 咱们是客 不让主就不方便 要倒吓 等到 等会 等会 等下 等会 等会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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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妈妈 跟我忙着回去 忙上去 邱太太 今天我们的课就到这里了 我先走了 好 谢谢啊 老师 你从后门走 谢谢 这 这都几个小时了 我婆婆怎么还没上完课呀 我看她根本没在上课 就是想把咱们赶出去 不会的 别那么详细点 不行 我问问她去 再等会儿 她说好一会儿还给我发短信的 不是 你这么等下去还吃不吃晚饭了 看 短信的 不好意思啊 不好意思啊 让你们久等了 没关系 没关系 妈 这是买的什么呀 妈 我们买的有鸡 有螃蟹 还有鱼 不过是 有鸡 那我怎么会变成了 你没有拿来 你那是有鸡 你怎么会变成了 我怎么会变成了 你不要担心 你怎么会变成了 你把鸡呢 我担心你 都已经怎么看了 你不弄成了 严重吗 都做过检查了 应该没事 可能是摔倒的时候受惊吓 不过没有问题 大夫 我头疼 您已经做过脑部CT了 没什么问题 不用担心 可能是你自己的心理因素 可是我就是头疼 看到这么多人 我就更难受了 妈 你那香皂怎么泡到地上去的 我今天早上收拾的时候 它可是好好的在洗手台上放着呢 我哪知道呀 你的意思是 我是故意的 我不是说怕我自己的疏忽 造成这样的后果吗 那谁知道 算我倒霉了 你也别这样说呀 妈 你怎么样了 不用 妈 医生 妈情况怎么样了 我头疼得厉害 大夫 我是不是特别严重呀 要不就静养一下 多观察你时间再说吧 静养 嫁得那么多人 怎么静养 我帮你 以为朋友们都不知道 爱情的味道 谁会不明了 只不过对你开一个玩笑 怎么能让你脸红油心跳 笨得像头 无可救药 傻傻的刚好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该让我知道 你对我的温柔看不到 你给我的诺言听不到 如果爱我 怎么让我知道 你是真心爱我有多少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现在看不到 你给我的未来听不到 如果爱我 就該讓我知道